强症进入第12天 被痛的死者家属 再度来到沙卡当步道 千夫人员陪同下 抵达着夺命沙卡当生心地 为死者进行招魂 家属难言悲伤 艳面痛哭 而沙卡当步道的新加坡夫妇 搜救行动也遇上阻碍 13号岩壁突然崩塌 落实惊悚狂调 就怕危急救难人员 与家属协议后 搜救行动将持续暂停 等到灾区内无危险之余 有明确的新市政发现后 我们再启动搜救行动 而是去天王新大楼拆除也有进展 六楼平板跟五楼的四分之三 都已经拆除完毕 预计把支撑拆除后 左右两边再用破碎机 往内侧拆加速进度 不过拆除五楼时 发现一只猫咪 目前把他驱赶到内部安全区域 让猫咪在拆除过程中 能走楼梯间往一楼逃生 花莲墙镇正后重建 还有一条慢慢长路 您好 您好 我看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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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